大家好 今天我會教大家怎樣用計算機的Mode SD Mode 即是統計數據的Mode SD Mode 即是統計數據 首先按Mode 按一下箭咀 然後按4 SD Mode 這個滑油寫著 舉個例子 這裡有一個frequency表 你要做一些統計 那我就想找這個的 mean 那怎樣按呢 首先呢 我們去到這個SD Mode 按Shift 9 Status 1 Statistic 按Enter Data Clear 那千萬不要按了All Data 不然會提供一些program 那清除了之前的數據之後呢 你就可以重新再進入一些新的數據 那怎樣進入數據呢 就以這個表為例 那首先呢 就例如 這個是1 1有兩次 2 1 1 Ship 分號呢 代表 1 有兩個 這樣解 然後按M加 那這個就代表你入了一個數據 那第二個呢 就是2 有12個 2 Ship 就好 12 M加 1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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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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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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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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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,Shape1,你按1,就是Summation of x,2就是Total value,Summation of x,3就是,你入了多少个Data,这个Frequency有49个,然后,没有了,好了,这段影片就到这里, 如果想收看更多更新的频道,请按订阅锡,以后订阅锡,旁边的钟仔,按钟仔,订阅这个钟,提片好轻松,好了,拜拜!